那我先有请一个人 那就是我的师傅 那你请吧 请我师傅上场 师傅 来 请坐 介绍一下自己吧 涂雷老师好 尊敬的各位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 我叫刚华 谢谢大家 你师傅是谁 我师傅是齐志 齐志大兵的齐志 对 对 对 你怎么跟这小孩 弄到一块去了 在我的一次公益演出 我正好在背场的时候 我就看他演出 这小孩挺有感觉 就特别喜欢他灵气劲 后来我就开始关注他了 恰巧第二次演出 又碰到他了 那会儿他妈妈和他 就一直到皮肤后的转了 我能看出来 就是想加我微信 或者要个联系方式 完了 到第二次演出结束之后 我说我是蹦不住劲了 我就给他妈妈打一电话 我说姐呀 这孩子你送过来 我真喜欢他 就是人家一直没开口 对 对 对 所以我还是我开的口 你不好意思跟人家 什么宽端打 因为咱们孩子也那么大 有怕人家 徒徒一开始 就是想拜他为师是吗 是 他特别喜欢这孩 他挺开朗的 你为什么不说呢 怕人家收盲 学得行吗 学得还行吧 能吃苦吗 能吃苦 其实他没问题 他妈不能吃苦 就每次我给他讲课 后来他妈 被我给轰出我那块 给他上课的时候 我说您先出去吧 因为什么呢 我平时让他练习的时候 都是一遍一遍一遍地练 不下于五百遍差不多吧 完了他妈妈看着 气得那种脸红脖子粗的 心疼了 听说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土耳老师还有现场的老师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十年前的五月份 我在四川读大学 汶川地寸 当时大二 正好我们去 绵阳那个校区去踢比赛 两点开赛 正踢着28分钟 我正好我跑得快 前锋我去追球的 追球我就走S弯了 我说我是不是头晕脑胀 当时那种感觉 我还真是特别特别难受 我说我可能虚牙膏了 大人说你这么大岁上 肯定不是虚牙膏 我队友说太晕 我说那估计天热 咱俩中暑了 这正说着呢 有一孩子喊 我们一队友喊地震了 结果我们两队本来是对手 完了后来就是全围到一圈 那种胳膊 挽着胳膊这么着 全坐在地下来跟着摇 就看山 因为它那个操场是一个山顶 就看山顶 就那个烟雾起来了 你是基本上可以依赖 当时地震的一个大的情况 还有当时我们为什么手挽手着 因为就怕有那个地裂 因为地震它很容易地裂的 好歹万一掉下去 还有栓着 对对 很幸运 我是幸存者 那在很多人心里是翻不过去的一页 对 印象太深刻 我感觉就是地震 因为那个现场给我的感觉 确实很惨 这对于你的职业生涯有影响吗 我之后就选择了这个 选择了一个职业 就是因为这个汶川地震 我在现场当志愿者的时候 我就看现场有好多穿橙色衣服的 我们的同学告诉我 说的这个是消防 后来我再看他们手中拿的仪器 就特别特别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从来没见过 但是在现场 他们发挥的作用 因为我在旁边 我是看的一清二楚 后来我大学毕业来之后 我就 毅然决言地去参军乳 就参加了消防部队 后来才明白 他们拿的那些仪器 真是有什么生命探测仪 这是地震 必须用的一个仪器 完了 一压钱 一压减 一压钱就是通过人的压力 去扩张 把人给救出来 几乎你有任何困难 都可以找消防 对对对 因为消防又有一个新的名词 叫社会救助 今天的心愿是谁的心愿 我的 你的 你把它说出来好不好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跟我师父办一场巡演 说给更多人听 好 来 请回 巡演啊 七年的消防生涯 让我懂得了很多也 也学到了很多 我就想用一种方式 去把这个消防知识 宣传给这些 就是老百姓 如果想到这些形式呢 我就想 这些消防知识 能不能用相声的形式 去逗大家开心的同时 让大家学到 哪怕一条消防知识 我觉得就是成功的 会员